今天是新西兰之行的第十一天 昨晚我们露营的是一个野营地 在一个湖边 虽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 这个野营地里的房车还真的不少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建镇 这个建镇在历史上是一个淘金小镇 而且那儿呢 曾经有很多中国的广东人 来这儿淘过金 据说建镇的秋色也非常漂亮 途经一条大河 蓝绿色的河水非常好看 这条大河的源头 就来自新西兰南岛西边的雪山 我们缓缓驶入了建镇 满眼的秋色 街头广告牌写着 这周末就是建镇的秋季节日 找到停车场 环顾四周 秋一正浓 进入小镇 我们先吃个早点 没做什么功课 谁家人多就排谁家 吃过早餐 在小镇里来回的游荡一会儿 对面是一个古老的幽局 现在仍然在营业中 这棵日本枫树 红的真是够艳丽 小镇后面山坡上植被比较丰富 所以也出现了斑蓝的色彩 整个建镇主要有两条街道 虽然游人很多 但是整个气场非常的安静祥和 配上眼前美丽的秋色 逛起来很舒服 距离小镇的不远处 就是中国矿工的历史遗迹 这些小房子就是曾经 我们华人的采经矿工住的地方 这些矿工来自我们中国的广东 他们当时呢 一般在这儿干上五年左右 积攒大概200到300纽磅 当时不叫纽币 是磅 然后回到家乡呢 可以买一块地 过上相对富足一点的生活 这种漂亮的鲁冰花 据说已经被新西兰环保部门 列为入侵物种 即将被全部消灭 也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就见不到了 看了这一小段涉水路段 理解了为什么马路上好多越野车都在涉水后 欣赏完建镇的秋色 我们将赶赴Tiano 明天呢 我们将从Tiano出发 去我们这次新西兰之行 最具期盼的米福夏湾 Tiano这个小镇 印象非常好 整个小镇临湖 地势平坦 非常的安静 据一位网友朋友说呢 这个小镇啊 一共有大概3000人口 这位朋友呢 是十年前 途经此地 在这一待 就是十年 他们在这呢 经营着一家 18个房间的酒店 在这个环境中 做这样的一个事 这种日子 确实让人有点羡慕和向往 今晚还是TOP10营地